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朝鲜族的饮食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人面 我认为是厌边的人面 可以超过咱们周边的国家 韩国呀 朝鲜呀 我们的那个辣椒啊 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合格产品 我原来是饮食服务社当委副主席 这个企业就是不行了 面影破产了 要转治 我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下来这个企业 我认为是我下来我能干 当时我们国家的政策非常好 有能力的就是在市场上发挥作用 这个企业我下来的时候非常困难 财务也非常多 员工的群细也非常低落 我在这儿来了第一天开始 从着堂会 没有礼拜天没有节假路 我爱的人是非常支持我了 他认为你是搞经济非常合适 家里是你我全管我支持你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多多多 市场上呢这个舞台上能让我们跳舞 你们实际处理了 出多少利益 你得到多少 我们这几年企业里不断去创新改革 我们不断的重新面对人 我们生产要保健的 健康的 绿色的 没有改革开放我们没有幸福 改革开放意味着我们着幸福大道 每个人的精神上思想上 包括每个人的生活上 都是一个新的卡月 没想到我们中国变化这么快 包括世界哪个国家也超过来我们 我们生活在中国最幸福 因为我们国家的民主政策非常好 大家庭很重要 大家庭不服 小的成福不了 中国是非常伟大的 是我们的母亲 中文字幕的国家